对于明星来说 微博无疑是一块试金石 你的粉丝多少 你的转点评赞数据多少 都代表了一个明星的影响力有多大 如果你的微博阅读量足够大 那么就会被加上红色的精微认证 拥有一个非常显眼 引人注目的标志 可是11月30号 德云社的班主郭德纲 这个拥有7000多万粉丝的人 竟然被取消了精微认证 变成了普通的皇威 让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意外 也因此引发了热议 不仅仅是郭德纲 他的儿子郭麒麟 前不久也刚刚被取消了精微认证 有人就开玩笑说 父子俩真可谓是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连取消精微认证这样的事情 都是一起作伴 说归说 笑归笑 郭德纲父子被取消精微认证 并不是他们出了什么问题 恰恰相反 他们是放下了名利心 不在乎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了 郭德纲父子如今几乎不发微博 不像有的明星恨不得天天展示自己有多忙 自己的生活多么精致 以郭德纲的影响力 稍微发布几条微博 那个阅读量就足够达到精微的标准了 可是他却并没有这么做 对于郭德纲来说 有没有那个精微的认证 自己都是如今最红 名气最大的相声演员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没有名利心才能走得长远 这一点在德云社是最直观的体现 郭德纲说过 德云社的演员 如果你想来德云社一两年就大红大紫 赚大钱出大名 那这样的人一定留不下来 相声是个后积勃发的行业 有时候需要沉淀十几年才能开窍 如果名利心太重 是不可能耐得住成名前的寂寞的 郭德纲老师也算是现身说法 为自己的徒弟们上了一课 运云鹏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子 他在登上德云社的舞台说相声之前 在后台扫了三年的地 换成是别人早就熬不住跑了 郭德纲父子被取消精微认证 对郭德纲的影响甚至都不如晚饭吃什么影响大 正所谓想要的越多反而会失去越多 相声演员只有放下名利之争 才能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更远 感谢观看